陸創意健康店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ww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至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百師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迪 清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專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接近30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 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原醫生的幫助 也可以直接預約原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虎眼萬元清 Onifogalum 虎眼萬元清 這個療劑在背曲花藥裡面 他們也叫做百利恆之星 在背曲花藥他們的形容 到同類療法的形容是不同的 虎眼萬元清這個療劑 在歷史上通常是用於一些慢性的胃 或者胃炎 或者是腹部的結節的問題 包括腸道的癌症 尤其是胃和慢腸的癌症 它主要是用於胃癌方面 我們在處理胃癌裡面 其實都有兩種主要療劑 另外一種叫做金刃草 在我的經驗裡面 通常這兩種是幫助到很多胃癌的病人 歷史上有一位很出名的同類療法醫生 叫做Robert Cooper 羅伯貝柏 Robert Cooper 也記錄了十幾宗 關於他用療劑治胃癌的個案 其中一個個案是講 有一位40歲的男士叫做George 他有胃癌 當時這是英國的病人 這位病人被送到倫敦 一間癌症醫院裡面 他就跟那個醫生開了刀 之後一看就放棄了 因為他一看下去就看到 那個癌已經擴散得很厲害 基本上開刀都沒有什麼辦法開刀 還有很多黏癌的組織黏在一起 所以說是沒有辦法把那些組織切除 所以這個手術結果沒有進行 開了肚子就收回了 這是講一八九八言的時間 這個案件 這個案例是一八九八言 七月二十二號 好了 結果沒有辦法 這個病人就去找貝柏醫生 貝柏醫生一看到 初見的時候 他見到一個病人在痛苦 在床上全眠地痛苦 動來動去 沒有辦法 吃什麼也吃不到 他們只不過 將他送回家等死 這位病人發現 如果吃暖的食物會舒服些 喝冷水會比較差 整晚都很痛 當然對這個病人來說 晚上好像地獄一樣 他只在床上輾轉反側 又吐又作悶 其實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這位病人的父親 也有在七十三歲 死在胃潰陽 這是個病人的病歷 即是個家族的病歷 好了 到七月二十三號六點鐘 Robert Cooper醫生 就給了一滴 百利恆之星 即是一個草 他當然用了草劑 給了一滴這麼多 接著就出現很轉的 即是痛楚加劇 他就很癲狂地 一直痛苦到凌晨三點鐘 到第二天的下午一點鐘 這個病人就大了一次變了 接著有很多氣 很痛的 當時的背帕醫生 就給了一滴椎植物碳 3X 當作急性用 因為他的腸氣障也很痛 即時就舒緩了 三天之後 背帕醫生再見這個病人 這個說的是七月二十六號 當時腹部的痛 就開始散抗到其他的身體其他部位了 那個背帕醫生就給第二劑 一滴的療劑再給他 當時就是七月二十八號 黃昏的時間 吃完這個劑 沒多久 這個病人就立刻嘔吐一些黑的啫喱狀的物質 還有 跟著 就整個胃癌的痛 就即時宣緩了很多 而整體的體力 精神都改善了 還有胃口都改善了 從那次開始 那個改善就是很持續 很穩陣地一路改善的 跟著到八月二十九號 大概一個月之後 那個病人就報告 他就說他持續轉好的 但是他仍然在那個下腹那裡 都有點痛 那麼 也都睡覺有些困難 那麼 他有時候發現 那個 他的腿部 就有一種爬痕那種的疑感 好了 那麼 跟著就 另外一劑 有一劑療劑 今次的第三劑 就是 就在九月九號給他的 那麼到十八號 他報告說來 他已經睡覺好了 那麼 還有那隻腳已經不痛了 是吧 他的腳就更加痛 但就不是那麼差的 但是那個胃呢 是少少痛的 他已經吃到東西了 精神又好了 基本上所有事情都改善了 到九月二十三號 這個病人的右腳 就好像 好像 魚了那種感覺 就開始 漲大了 他吃了東西都好像 逐漲那樣 那麼 佩白醫生呢 就再給他多一劑 都是一滴這樣 的 好了 那麼 那麼 接下來呢 他發現呢 那些 那些氣呢 胃氣呢 腸氣呢 又回來了 那麼 在幾日呢 之後呢 那個病人呢 就去找回 那個背白醫生的診所 是很神奇 就是很驚惶的 那麼他 醫生 打開他那個病人的腹呢 他看到呢 他的腳呢 是很恐怖很怕的 整隻腳腫了 又有紅的血絲走出 走出現了 那麼這個很明顯呢 是淋巴腺的 淋巴腺的 淋巴腺的 淋巴腺的發炎 那麼 那庫巴醫生呢 他感覺呢 這個可能 他因為他用那個療劑呢 用那隻藥呢 用得太快 那麼 令到那個 那個癌症呢 是大量在那裡排毒 那麼身體呢 就是沒有辦法 是接受 即是吸收 或者排除這些 那些毒素的 那麼 所以呢 庫巴醫生呢 就沒有了幾藥呢 然後呢 就走了啦 那麼當然啦 那個病人很覺得很驚奇 為什麼他沒有事情做到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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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之後呢 那之後呢 他那個病人的腳呢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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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發炎的 啊 又發炎的 但是呢 那麼 然後呢 慢慢地呢 這個症狀呢 那個症狀呢 就消失了了 那個病人呢 就可以這樣說呢 是康復了 那麼 到1901年7月份呢 他再有一个跟进,发现已经没有癌症,脚都没有痛,所有事情都正常 唯一剩下的癌症的迹象就是开刀手术的痞 这是一个Dr. Cooper的当时记录的其中一个个案,他用虎眼蔓延称 这副Gallon是处理了胃癌的,虎眼蔓延称这个疗剂的主要关键症状就是 弱气和胃的搞痛,但弱气是一个胃癌、胃溃痒的主要症状 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有胃溃痒,未必需要癌症是胃溃痒,但有很多药气 的话,你都可以考虑用这个疗剂 好了,另外一个症状就是,另外一个案例 也是出现这些有一个胃癌的病者,这个是1899年8月份的 44岁的男士,而这个男士的父母呢,相亲都是死在癌症的 很明显,他的胃是很弱,两三年之前一直在销售下来 晚上当然他长期的呕吐,呕吐一些又绿又黄的液体 他当时都被诊断为癌症,然后这个疗剂用了之后就医治好 好了,所以在我们遇到胃癌,我们可以记住这两种疗剂 第一种就是我现在介绍这个的虎癌蔓延青,Onifogalant 第二种就是金人草,Aidrasis 好了,再介绍另外一种对胃癌的疗剂,这个就叫做流化甲 Catmene self,流化甲 这个疗剂最主要关键的症状,那个病人呕吐出来 吐到好像咖啡渣的呕吐物,即是这些是干了的血 但你看上去,好像咖啡渣的,很多胃癌的病人 都会出现这些情况,当然胃癌的病人通常出现消瘦都很快 它是干了瘦,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会了这三种疗剂 遇到胃癌的时候,可以有机会处理得到,或者帮他们 胃癌其实是很可怕的,我认识很多宗,通常是很可怕 病情很可怕,其实在医学上是比较难医的 很多时候开刀都没什么大帮助的 OK,希望这个疗剂可以帮到大家了 袁医生刚刚介绍了的同类疗剂,觉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药? 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发疗剂,可以在 铜锣湾、炸电街、富城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啦,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bye bye by bwd6